我祝賀功夫廣場正式啟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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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苦中年功就佳遊做十籌是習武者的根據 我曾經著作過《動力空手道》和《下目修道苦練》 《空手道》兩本書是用不同角度來施寫的 空手道的技術不斷進步 現在練習的課程編重於比賽方面 而傳統的電練課程已經變成消極了 所以我要再編寫第三本《空手道》的權利書籍 加入了傳統古武器的課程 在此希望讀者能夠藉著這本書 了解和學習沖繩江友流《空手道》 十四月那年機緣之下 就開著日本京都市 求拜令牧正文部長門下 學習借村沖繩江友流《空手道》 初時由於生活上很複雜犯 還有環境很不同 感覺都很辛苦 還有很想回香港 每個星期練六日 早和晚就練空手道 中間就練體能和練其他武術 看幼道或者合氣道等等 步驟裏面的禮節和習武精神 要求很嚴格和很自重 稍有鬆懈就會被焚了 最難忘和最開心的就是 同星期日跟大隊可以執拗 不是名聲 是演員 當時只是時勢做英雄 七三年 被小六先生逼姦移居了 而動作片正達高峰 那些片商唯有 在各部章刊登 招考演員 動作片演員的廣告 足使很多青年武術家 走上大銀幕 當上武師 去角或者展角 我們乘機和自己的身手 碰碰尹尼 經過面試和試鏡 連過幾關 在二千多名參選者 取錄一名 竟然是自己 真的自己也不相信 這樣就是加盟了遠東影業公司 蘇尼姦 就一發封信 在星馬太 印尼 一直不停拍了十幾部 工作電影 實絕工房空手道 是一本著逐權理的書籍 例如一個很簡單的證書 我都用了上版的文章 去完美表達 所謂馬是權諸姬 馬不穩權不從 馬不理則權不促 功勇算其事 必先利其行 要製作出良好的成品 首先要具備了理想的工具 要練好美妙的腿擊術 首先要有良好油韌的機器 才能輕鬆踢出任何角度的高難度工作 記住 容速則不達 要先好從基本動作 輔助運動 落些腐膏 到達工底打好 才練到高高級的技巧 1970年 李超龍先生 因為要上TVB 和麗的電視 作絕拳道示範和訪問 機緣之下 借了喬治會 灣仔道場來練習 他踢出的腳法 又快又勁 秋書之而 趁他休息時 請教他 練練腿擊法的心得 他表示 馬雷舞 馬和波 是最好重心 和速度最好的技法 不單止彈跳 飛身 轉體 前踢 後踢 表現 都有極佳的平衡 和極力 如果我們的腳法 將這些優點 融合 一起 就非常之理想 古代的沖繩 在禁武政策下 練習唐手的武術家 往往都將 日常應用的 弄具 改裝 配上技巧 招式 作為鍛鍊 可惜 這些古典的舞藝 在我們 日常的練習火情中 漸漸被淡化了 今次 藉將 我這本著作 將這些古典的籠具 再介紹一次 希望 能夠令到各位 產生興趣 一起去轉圈 兩著棍 原本是敲打五谷的工具 最初是一場一點 由於拍谷時 轉手不靈活 所以日後改成 兩著棍長短一樣 再判了簡單的轉手技巧 減少疲勞 當時 這個龍具 被一些武術家 巧妙地 創出攻防招式 從此 兩著棍逐漸 變成一個 護衛武器 西 可稱為匕首 或者鐵尺 傳說 有幾種 其中一種 就是 它之前 有一個長的棍 在背後 是用來 翻譯和草 和打裂之用 西的基本動作 只要有 沖 刮 刮 刺 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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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番花 這麼多種技巧 但是 只要 離不開圈 還有點 鎖 刮 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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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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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 嚇!! 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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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